2019年中国的GDP大约是美国的70% 美国一下子暴跌一半 那么二季度美国GDP 岂不是会降到中国下面去了 中国会突然超过美国 飞出地球移民宇宙 欢迎大家来到科技原理节目 最近新冠疫情给美国经济造成了重创 很多人都注意到了一条新闻 美联储预计美国2020年第二季度GDP将会腰斩 这引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 2019年中国的GDP大约是美国的70% 美国一下子暴跌一半 那么二季度美国GDP 岂不是会降到中国下面去了 中国会突然超过美国 这在头条热榜上也引起了很多关注 很奇妙 答案居然是不会 这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美国报道的这个下降一半 指的是环比的年化增长率 这是一个有点诡异的算法 这个预测实际的意思是 预计二季度GDP会比一季度下降16%左右 然后假设这个趋势维持下去 每个季度下降16% 那么过四个季度 也就是一年之后就会下降一半 美国一季度的GDP受到疫情的影响比较小 还是比中国高的 所以二季度下降16%以后 仍然会比中国高 用数学语言来解释一下 如果某个季度的GDP相对上一个季度的增长率 即环比增长率是X 假设这个趋势维持下去 那么四个季度后的GDP相比基准季度的倍数 就是1加X的四次方 所以环比的年化增长率 就是1加X的四次方减1 原始数据给出的是X 而新闻报的是1加X的四次方减1 你来算一下 把X等于负的16%带进去就会得到 1加X的四次方减1 等于0.84的四次方减1 等于0.498减1 等于负的50.2% 所以新闻说的所谓 美国二季度GDP下降一半 实际意思是相比一季度下降16% 现在你看到美国第二季度的经济活动 将减少一半以上 这样的报道 就会明白这话不是字面的意思 美国并不是一下子失去了一半的GDP 而是说如果这样持续四个季度 就会失去一半的GDP 你可能会感到很奇怪 美国为什么会用这么拐弯摸脚的算法 让我们稍微解释一下 中国习惯用的是同比增长率 即跟上一年同一时期相比的变化 无论对一年还是一个季度 还是其他时间段的数据 中国的统计局给出的都是同比增长率 美国的GDP数据是由经济分析局发布的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简称BEA 对于一年的GDP BEA跟中国一样用的是同比 对于一个季度的GDP 却跟中国不一样 算法是先还比再年化 就是我们刚才介绍的那个有点复杂的算法 假如季度GDP的变化率毛世不变 也就是说 各个季度的GDP组成一个等比数列 公比为E加X 那么很容易发现 两种算法得到的结果相等 这是因为第二年的每一个季度 都是第一年同一季度的E加X的四次方倍 所以第二年四个季度加起来 也是第一年四个季度加起来的E加X的四次方倍 也就是说同比增长率等于E加X的四次方减去1 由此可见 这两种算法的数值是可以直接比较的 如果四个季度的环比年化增长率并不相等 但相差不远 比如说都在4%左右 那么它们的平均值 就会接近于全年的同比增长率 但是在剧烈变化的时候 两种算法的结果就可能大相径庭 例如美国近年第二季度的增长率 同比大概会在负的16%左右 因为去年美国第二季度GDP 跟今年第一季度的差不多 这个跌幅固然很悲惨 但还在常识范围内 而环比年化却一下子成了负的50% 这简直吓死人 通过这些解释 我们也可以明白 为什么需要年化这个步骤 如果只有环比而没有年化 也就是直接看X 那么它和同比增长率 就无法直接比较了 这两种算法相比 环比年化的好处是反应快 坏处就是容易大起大落 比如说 接下来美国第三季度的GDP 比第二季度增长了一点 那么你就会见到新闻报的增长率 一下子从负的50%变成一个正值 可能还是相当大的正值 跟过山车似的 同比就不会出现这么夸张的波动 环比年化的波动大 还导致了一个奇妙的用法 就是选择性报道 每当美国某个季度的增长率比较高 一堆媒体就出来大吹喝吹 尤其是中国的媒体 这时就开始反思 美国为什么充满活力 中国为什么不行 而当美国某个季度的增长率低的时候 媒体就不提了 最终比如说全年的增长率是3% 四个季度分别是0% 6% 5% 1% 那么你就会只记住5%和6% 忽略了0%和1% 留下一个美国经济强劲的印象 仔细看看以前的数据和报道 你就会明白这个模式了 也有个问 中国的GDP超过美国 既然不是在2020年第二季度 那么会是在什么时候 对此我们无法给出一个确定的预测 可能5年 可能10年 可能少于5年 也可能比10年更久 还可能永远来不了 真正重要的不是这个数值 实际上按照购买力评价的算法 中国的GDP在几年前已经超过美国了 但我们现在都尽量不提这个 因为对于我们当前的需要 按照汇率计算的GDP更加值得关注 到了现在的发展水平 大家可以明白 中美的GDP是对国家实力的一个表现 是科技 军事 产业 金融 政治等各个方面实力的结果 而不是原因 它只是一种记账的方式 本身并不是目标 如果中国突破了美国的高科技封锁 在芯片 大飞机 汽车 航母 卫星等领域都跟美国并驾齐驱 再加上我们已经领先于美国的5G移动支付 显示器 高铁 高超音速飞行器等等 那么我们的GDP水稻渠成会超过美国 到那时水稻渠成超过美国的也远远不只是GDP 还包括国际地位以及其他很多东西 而假如我们被美国掐露了脖子 华为这样 对美国构成威胁的企业都会逼它倒闭了 没人敢去冲击高科技 那么即使纸面的财务再多 也会变得一文不值 在外界看来 就是中国的货币时不时贬值 导致中国的GDP始终升不上区域 就像俄罗斯那样 最后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账号 科技元人 你愿意选择哪条道路呢 我想大家都会选择周易的格言 天行剑 君子以自强不息